在今天的讲座中 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人工智能它到底是什么 人工智能是不是会代替90%的人类工作 以及他们是用什么原理可能做到这点的 那么这是英国的BBC所做出来的 人工智能最有可能代替的人类职业的排行榜 那么它总共设计了不同的职业的类别 从最容易被人工智能代替的 像速记 翻译 计分员 接线员 然后客服等等 一直到第38名的私家侦探 按摩师 摄影师 第78名才是老师 李开夫老师也曾经说过 人工智能最容易代替的职业 是5到15秒的人类工作 很多人认为像老师这样的智力密集型的行业 而且是非常复杂的人类智慧的工作 是比较难被人工智能所代替的 大家也很想知道说 人类的工作如果真的被人工智能所代替 那我们人类又该怎么办 又该走到哪里去 我把人工智能的特点总结成了四个词 通过这四个词 我们可以了解人工智能的原理 也可以了解人工智能 为什么会能够在各行各业里面代替人类的工作 那么我们甚至有一句话说 人工智能跟人的智商相比 就好像人的平均智商大概是在100到140之间 但是人工智能智商可以达到1万 其中第一个原因就在于 人工智能是全知全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案例 是IBM的Watson 当时在两年多前 他的一个成名之作 是在日本有一个白化病人 生了很严重的白化病 那么被日本最顶级的医院 最顶级的专家去进行会诊 那么给出治疗方案之后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 奄奄一息 几乎要离开人世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相信说 人工智能怎么可能能做这样的事情 IBM的Watson在输入了所有的 他的病例的信息之后 那么给出了一个答案 也就是说这个病人生的是白化病的 一个特殊的种类 然后给出了一个因此配套的 独特的诊疗方案 结果发现病人经过两个月的治疗 病情大幅度的好转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IBMWatson的医疗体系 可以在15秒的时间里面 阅读3469本医疗专著 24.8万篇论文 6万多次实验数据 和10万份临床报告 也就是说一个知名的老医生 他从自己开始上医学院开始 一直到他退休 离开工作岗位 那么他也不能完成这么大量的 医学著作 论文 实验数据和临床报告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对于人工智能来说 他在17秒内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说 他就是一个万能的医生 那么对于无人驾驶也是一样 虽然他也会犯错 但是相对来说 他的精准度是要远远胜过人类的 这个里边全知全能是其中的第一个关键词 那么人工智能的第二个关键词 我称之为叫健威之助 在全知全能之后 就是他能看到细微到我们每一个人 所不能想象到的这样的一个微小的状态 我们通过今日头条来看 以前我们的新闻的客户端 我们把人分成非常粗的板块 比如说你喜欢看财经 那你可能会看华尔街日报或者财经天下这样的内容 那么如果你喜欢看八卦 那你可能看一些南都娱乐周刊 如果你喜欢看时事 你可能看环球时报 所以我们要不然是通过报纸 要不然通过新闻客户端的板块 把人给分成各种类别 但是对今日头条来说 他的个性化引擎搜集海量的信息 把每一个人贴出非常精准的精细的标签 那么当这些标签逐渐细化了以后 达到像张一鸣说的 养猪的可以看养猪的新闻 猪蘑菇的可以看猪蘑菇的新闻 我相信每一个几百万 几亿的读者的微小的兴趣标签 不是任何一个编辑 也不是任何一个记者他所能理解的 所以人物智能所做到的见微之助 是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 我们再看一个菲茨佳佳的例子 为什么商汤和菲茨佳佳能够在人脸识别上 达到这么准的精度 它并不是通过简单粗糙的分类 比如说高鼻梁 柳叶眉 丹凤眼 后嘴唇等等 它把人脸分成了一万个 甚至一百万个像素 然后每一个像素的光线色泽 每一个像素的颜色的深度 那么以及在不同的光照下的反应 和不同的器材的拍摄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它都进行了见微之助的分析 通过这样的一个见微之助 我们把人类的健康提升到了一个更好的层次 我们大家都知道阿发购 在李适时和阿发购比赛的时候 阿发购的一代 我们知道他已经学习和掌握了三千七百多万盘棋 而李适时一辈子能下多少盘棋 一天如果不吃不喝的话 一盘棋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 一天大概也就只能下十盘 一年也就是三千盘 而如果李适时能够再活一百岁 那么一百年也只有三十万盘棋 所以从全知全能的角度 阿发购已经相当于是活了一百个辈子的李适时 两个人的知识量和训练链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 那么也有人说阿发购胜之不武 为什么呢 因为李适时下棋只需要吃两个馒头 就可以保持一下午的精力了 而阿发购在跟李适时下棋的过程中 他总共消耗了十吨煤的电力 为什么我们谈十吨煤的电力呢 就是因为他所采用的机器服务器的 所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算法的精度的 所背后的算力的要求是巨大的 那么现在通过阿里云 腾讯云 华为云等等 那么我们的算力已经不成问题 以前我们一台电脑或者十台电脑 或者一百台服务器 我们的算力都是有限的 而现在通过云服务 你可以接入到无穷的算力里面去 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人工智能来说 他能够计算的速度和计算的量级 已经是人类不可想象的 IBM Watson也是 他十分钟就可以提供具有临床可行性的报告 而同样我们用人工来去分析 同样的一个数据 要得到类似的报告的一个结果 我们是需要160个小时 所以在不同的算力之下 人和机器 人和AI是不需要去比的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 我经常谈一句话 说担心人工智能的智商远远超过人类 是一场不必要的恐惧 就比如说像手机 在我们使用手机之前 我记得我家里面装一个电话 都要3000多块 那么有人还专门到你家里面来去安装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 所有电话的安装工都已经失业了 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职业了 所有的生产电话的厂家 也百分之八九十倒闭了 但是手机的行业却带来了更多的酒业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更是无穷算力的一个典型的印证 AI去炒股这件事情 在我们过去也是不可想象的 同样 它代替的基金的经理 也是人类最高智慧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那么所有的名校的最知名的学生 都是去到了金融行业 而在金融行业里面 除了做销售之外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做股票买卖的判断 而利用复杂的AI模型和强大的算力 数学家西蒙斯创立的大奖商基金 连续20年年符合收益率高达35% 超过了巴菲特的20%的收益率 并且还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 获得了80%的收益率 是不可思议的 AI的决策可以每天通过几百万笔交易 来去对冲各种各样的风险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智慧和AI的算力来比 是变得非常的微小和微弱 这个是斯坦福研究中心研发的一个机器人 那么在今年或者最晚明年 斯坦福研究中心SRI它研发的一个机器人将会举办一个人机大战 这场人机大战我相信会比谷歌的AlphaGo战胜了李世世和柯杰 更加令人感觉到轰动 甚至是感觉到内心中的一种恐惧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将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 和人类最顶级的冠军赛车手 意大利的罗西同场竞技比赛摩托车 那么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想如果没有全知全能的对所有的全世界的赛车手 在所有的摩托比赛中的数据的这样的一种获得 如果没有见微支柱的对每一个摩托的 在每一个转弯的角度下的一个细分的速度的加速或者是提速 没有这样大量的见微支柱的分析 以及没有临场的无穷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演算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Motorboard它是不可能战胜人类的冠军赛车手的 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里边 机械从体力上远远胜过了人类 而在未来的十年五十年和一百年里边 机器一定是从智慧上远远胜过了人类 那么第四个人工智能最典型的特征 那么也是人类最恐惧人工智能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称之为叫做自我进化 什么叫自我进化呢 也就是说当你编出一套人工智能的算法之后 它所达到目标的手段是你不可控的 因为它在你设定好的规则下能够不断的自我进化 进化到一种新的领域和新的状态 所以我们在想如果微信有一天它有了人工智能 它突然可以帮你去对话 它甚至不仅仅是群组 它觉得你可能想跟谁去聊天 它自动去加别人 它自动去组成了一些群 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失控的感觉 就像我们在素语激情吧里面看到的汽车 如果汽车具备了自主意识 它们不再听你的召唤 它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去开车 来去加速 是不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 所以当机器有了智慧 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现在还是我们自己说不清的一件事情 但是对于人工智能来说 我想我们只有拼命的去研究 然后用力的去开发 最后非常严密的去管控 才能达到一种更好的效果 我们认为人类最后在哪里 可能我们最后的阵地就在于 想象力创造力和艺术这些事情 但是结果还没有几年的时间 AI已经通过了艺术的图灵测试 在美国一个教授 他所创作的人工智能的绘画 不但和人类的绘画一样 让人感觉到一种能够接受的一个审美 更恐怖的是 他把一个当代作家的画作 用人工智能进行理解以后 进行去仿制 放在了美国的当代艺术博物馆里边 85%的专业观众竟然分不出哪些画是大师所做 哪些画是AI所做 也就是说在这种作画中 他已经不仅仅是在复制人类了 他其实是在创造一个新的自我 那么没知道微软小斌 他的吟诗和唱歌 通过自己的演唱技巧 个性化和创造力的一些手段 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 那么他的诗歌也被收录进了诗集 那么甚至是 我们开玩笑说 以后不但人类的工作会被取缔掉 我们的宠物可能也会消失 大家可能看到过几个月前 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的一个照片 就是他昂首阔步的在走 然后后边跟着Boston Dynamic的这样的一个提起口 那么人类和AI体系如何去进行相处 AI会不会变成一个天网 甚至是消灭人类 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内容 但是在我看来 第一我相信 人类一定不要抗拒AI 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人类又要善用AI 对AI进行严格的管理 就像我们对核武器来说 如果用不好 它可能会毁灭这个世界 但是如果用好了 它可以造福这个人类 甚至带来了长久的人类的和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